NCC今天针对望中案举行第二次公听会 旺旺中时旗下媒体除了出动大批记者以外 一级主管也全员到齐 更意外的是原本表示不会出席的蔡衍明 突然献声会场 强调望中案并没有言论集中化的问题 国台语交杂望中时总裁蔡衍明为自己做出辩护 原定不出席望中定购案公听会的蔡衍明 也在发言时间最后五分钟上台开讲 蔡衍明讲的欲罢不能 中场休息时还跑到NCC主委苏恒面前 要争取自己更多发言的机会 而蔡衍明的大儿子蔡绍中 望中宽评的总经理也澄清望中宽评 对于各家频道商不会有差别待遇 如果公听会后本案仍然延宕 对于台湾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而稍早也有许多学者专家和立委 轮番上阵提出自己的见解 你台湾的NCC是不是也应该捍卫公共利益呢 但NCC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对每一个媒体 对系统台立场是不是一致 不过公听会开始之前 台大新闻所所长张景华就在会场外 率领学生发出严正的抗议声明 如果通过的话代表台湾民主一死 媒体一死 上午9点开始的公听会 望中集团旗下的平面电子媒体 一级主管全员到齐 八点不到就开始排队等待进场 而在公听会会场内 20多家的媒体记者就有约15架 中天中式的摄影机 一场政府单位的公听会 望中集团出动大批人马 蔡衍明的企图心招人若揭 刘河衍明的採访台北报道